以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申请大学的摘要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的主日学内容 一直围绕着大学申请 也知道很多父母亲 孩子们为他们的前途 现在正在是一个准备预备 好像建要射出去 这个预备的过程 这个经文很重要的提醒我们 真言三章 我相信大家有些 也特别喜欢这个经文 怎么样去专心仰赖言华 无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过去新竹39年 也是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父母亲的 特别是基督徒的 尽可能在整个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 成为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机会 而且是这个经文 在你们整个过程当中 能够仰望业华 不是按着父母亲的想法 还只是孩子的想法 我们一起来养万人 所以我平常讲有关于学业 职业规划有整套的 好几个小时 我今天就讲某一部分 有关于特别是在学业上的 然后怎么样在帮你的孩子 能够明白他们有五个知晓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五个批 跟知晓自己 然后最重要的要知晓神的旨意 其他我们就不讲 然后加一些有关于怎么申请大学的十大部分 就是也总结上次杨老师跟你的教导 然后继续的建立上去 最重要我们常常问 到底去哪一个大学 去哪里上班 要跟谁结婚 去哪里买房子 搬到哪里去 都是一些大问题 就是小问题 还是中型 还是大型的问题 我新主39年 都是用这五部曲 来寻求神的行李 神都非常清楚的 每一次告诉我 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做 然后我也希望你们一家人 能够也一起学习这 寻求神旨意的五部曲 我相信你们听了以后 也觉得说 很有共鸣的 也希望你们已经也经历过 也继续的这样去经历 第一就是神的话语 最清楚的 就是神的话语 很明显给我们很多的智慧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蓝图 很清楚在每一个的人生阶段 都有教导我们 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去哪一个学校 去哪一个公司 可是你要把神的话语 放第一会的话 祂的确会给我们智慧 第二就是神的灵 当我们在祷告 特别我们一起 夫妻跟孩子祷告的时候 更看到神给我们肯定 平安确具 是不是要这样的一个决定 第三就是神的子灵 就像蒋老师 林乐老师 汪医生跟我 跟所有其他爱你们 也爱神的人 也很愿意彼此帮助的人 就是你们的牧师 长老 主要学老师 你们孩子的 Youth counselor 你的祷告伴侣 都是神 要借着他们来 跟你一起 寻求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旨意 第四呢 就是我们平常用很多的时间 去寻求神的旨意的 就是神的环境 神的环境里面就有很多 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所学习的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五个P的模型 然后有很多的选项呢 不同的学校 要读怎么样的一个专科 有什么利弊 多少的学费 可以付得起吗 然后应该在哪里有多远 所以这些全部 都是神的环境 神也用来引导我们 那这个五部曲呢 是按着这个先后秩序的 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语 然后呢就神的环 第三是神指引 第四呢就看所有的环境 用很多的努力去对比的 最后当你按着前面四部去 去寻求神的话 一步一步的 或许还没有很清楚 可是你就just do it 像mike的广告 就把结果交给神 神的主权 他不会犯错的 神也不会把他的旨意 弄得非常为难我们的 当我们与神同行 信靠顺服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 神过去在每一个决定 都很奇妙的 看到神给我们这个印证 按着这五部曲 我觉得说 感谢Elan老师提出这个 一个字就是神 我们这一生 一定要为神而活 我们其实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这不是选择题 这是是非题 只能为神而活 那我们最近 尤其我最近 常常碰到很多 是弟兄姐妹 在困难中 他想找的是说 怎么帮我解决困难 不要跟我谈什么神不神 可是他忘记了 困难的原因 都是掉在撒旦的陷阱里头 要在个人的思想模式里头 掉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头 掉在自己的 这个私情邪欲里头 这都是因为远离神的原因 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儿女 最好的前途 所以解决问题 不是说我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怎么帮你拿掉撒旦的攻击 最重要的就是 你回到神的跟前 撒旦的攻击就没有了 撒旦的攻击没有 你就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 而且圣经里头 我最近才特别去查到 所以圣经说 儿女是神的产业 神赐给你的产业 可是他这个讲的地方是说 产业是神的 不是你的 所以父母亲要搞得很清楚 产业儿女是属于神的 不是你的 所以神会为他自己的产业 要保持他的产业 要祝福他的产业 我们父母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让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在他们身上行出来 所以基督徒不以神为中心 其他就不用多谈了 所以我感谢 产业老师把这个神拿出来讲 谢谢蒋老师 Lina老师 我也很 觉得我真的是也很 阿们那个产业老师讲 虽然我的女儿 我的老二因为没在这边求学 但是我自己有来求学四年 那在这之前 我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寻求神的带领 因为中年我要出来读书 要换一个国家 换一个环境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靠着这些 因为我看到很多 很多人离开了这个自己的 这个故土 就寻求自己的未来 但是不是跟随神 就会很迷茫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起 跟孩子就是这样 寻求神的这个心意 这个五步都做到的话 无论我们孩子进到大学 或者我们自己人生 做多大的选择 都不会遗憾 因为都知道是神 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完美的带领 可能也很辛苦 也不是说 我们跟着神的带领 就完全没有辛苦 很辛苦 也很多挑战 不过就是真的是 因为有神在 就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想这五步 不但是奠定一开始 也是帮助我们孩子 未来无论做如何 如何的决定 都能够走下去的一个根基 这五个部分是 好 谢谢 谢谢 圣徒以外呢 他们第四跟第五呢 就是我的God's Circumstance 就是我们的神的环境 他把常识跟环境分开 那我还有第五个记得吗 就是神的主权 因为一切结果在神的手里面 他负责他要把最好的点 好那再一次就提醒 当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呢 要知道放手干神 Let go and let God 当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努力 计划去哪一个学校 整个过程当中呢 不只是说最后决定去哪个学校 就结束了 完毕了 不是只是为了结果 很重要的 要整个过程去经历神 你要do your best 然后呢把一切 God will do the rest 然后这两个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在计划的时候 我们人心里面谋算很多 唯有耶华的计划才能实现 所以一定要寻求神的心理 才能够去实现最好的 而且耶稣提醒我们 你们要谨慎 远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并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路加福音 所以以前蒋明老师也跟我提到了 我们要去读什么样的科 小孩子要喜欢做什么呢 很重要的是按着他们的长项 而不是说哪一个赚钱最多 说我们这个心态 跟我们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呢就是整套 怎么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职业 学业方面的五个知晓 那我们今天呢 刚刚就讲了知晓神的旨意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看一下 五个批 跟知道一些知晓自己 那其他就 有一些另外的讲座 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 好 所以这五个批呢 平常我帮助很多的年轻人 计划他们的医生 或是他们的职业 那上面我有几个 我的学生的例子 给大家来去介绍 那这个呢 帮助我们这个家庭 我最近在疫情的讲座当中 有好多机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来帮助家庭 特别我们在疫情里面觉得 非常抓狂 然后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冲突 那当我们学习这个模型以后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家里面一起来 从家庭的角度说 我们家庭的目标原则 基金是什么呢 但是现在呢 是从青少年的角度说 孩子啊 我跟你分享啊 我学了这个 我自己的目标 我的原则是什么 那你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用这个来做一个 好好的沟通的平台跟工具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哪一个是什么意思 这五个批呢 前面三个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 外面的 上面两个呢 就是对外面原互动的认识 那这五个批可以用在 人生的大图画的计划 比如说我的目标 一生的目标是享受神的爱 而且把神的爱跟别人去分享 我的原则呢 是怎么做决定呢 就是按照我 神的话语啦 刚刚已经说了 寻求神心意的五部曲 跟我们的或许中国人的文化 我的过去的背景 怎么样去做决定选择 然后呢 寄情 那我的寄情呢 就是做老师 从小就喜欢做老师 寄情 passion就是 something you enjoy doing even when you don't get paid 所以我一直以来 中学 大学 在教会里面 教了三十年的主义学 都是喜欢教导 那没有在学校里面去教 可是在公司 那现在服饰 都是教导 所以你要找出 每个人的激情是什么 当你用你的激情 做事情的时候 哇 你就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喜欢 那希望我们 帮助我们的孩子 找出他们的激情是什么 你们自己也可以分享 这样这三个呢 就认识自己啦 就是social searching 内在的认识自己 然后有了目标 就有这个愿景 有一个意向 有个vision 那下面就是people 人脉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需要人脉 人员去把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关注于我们的影响力 那我也鼓励我们 从小就帮孩子学习 怎么做一个好的领导 影响力 也是 展明老师这个课程 心情领受 怎么去影响别人 祝福帮助别人 那这个人脉 人际关系就有很多要学习的 在找学校的时候呢 肯定了有影响到说 我的同学去哪个学校 有没有影响呢 还是我的同学 然后呢 也是整个过程当中 让孩子学习 怎么语言互动 包括老师跟以后的教授 最后我们都很有兴趣的 都要做performance 最好的绩效 可是我觉得是最后的 就是当你一步一步 从这五层的金字塔 一步一步的建立 从下面最重要的目标开始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个使命 Mission 就按照我们的绩效 来帮助孩子 有一个人生的表现 也知道他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这样呢 他们就不会很盲目 也不会觉得很迷茫 不晓得怎么走 这个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VIP 有Vision 有Influence 跟有Mission Performance 五个P的一个人生 希望能够发现 也让他们能够实现 这五个P 那下面这个是比较仔细的 每一个的去介绍 那我就停一下 请蒋老师跟Linan老师 也分享一下 他们的回应 我就是要一直想在重视的就是 我觉得说这个金字塔是非常好 然后要提醒大家就是 Linan老师一开始讲的是 要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整个这个金字塔的 这个Foundation 那我觉得人生的这个目标 对我来讲其实是越来越简单 就是活出一个成功的人生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活出一个失败的人生 可是成功的人生就是 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 荣耀神 荣神一人 这就是成功的人生 那我相信如果 父母亲做个领袖 在家庭建立这样的文化 我们就是要发挥 神给我们的天赋 然后要荣神一人 就会发现说 这个家庭非常的快乐 因为完全以神为中心 不以任何一个人为中心 你如果以神为中心的话 你就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就没有罪性 没有罪行 就没有撒旦攻击的机会 一有了自己 这个弱点就露出来了 那撒旦就可以攻击了 那你要收拾撒旦的攻击的这种 这个情形是花很多时间的 OK 花很多时间的 所以最简单的原则跟Vision 就是我们做个成功的人 我们做个荣神一人的人 我们就活一个以神为中心 荣耀神的一生 剩下都很简单 剩下都很简单 谢谢 谢谢 谢谢梁老师 Lina老师 好的 我看到这个图片的话 我想我是个可能 视觉学习型的人 我看到这个图片的话 就会帮助我 对这个 我们如何怎么样 在内在和外在 发现自己 并且能够发挥自己呢 让我有一个很立体的 好像一个很立体的 这个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去每一部应该怎么样去看 这些当然都是一个整权 一个人 他都要具备的一些的能力 那这个图片可以帮助我们 去看一看 哪些是我们可以有成长的部分 哪些可能是神给我们 已经有了很好的天分 怎么样去把它发挥出来 我想这个图片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系统的去帮助孩子也好 帮助我们自己也好 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长相和擅长和 和要成长的部分 所以我这这个图片 很好的提醒 谢谢 谢谢Lina老师 真的是希望我们用这个工具 跟我们的家庭 更多的彼此认识 能够不只是谈事情 而且呢 谈心情 谈我们的心彼此来认识 然后真的像Lina老师说 来分享现在我们在哪里 然后将来可以有什么地方 可以有空间来继续的成长的 我们今天下去更重要的是让 我们来认识孩子的记情 让他们知晓自己 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些 我们就多让大家来去明白 所以这些是我一些学生 跟我辅导很多人 这个是一个MBA学生 在读公馆的 那他就做了这五个P 用他最近决定怎么样去读MBA 然后在这个MBA读 这个公馆的硕士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实现这五个P呢 他就说在这个MBA的目的呢 希望能够有学习新的技巧 来为了将来他的职业能够使用 而且也认识其他很多的同学呢 有些已经在做事的 怎么样同样有这样一个愿景 来向他们学习 这是他们的目标跟愿景 然后他的principle呢 原则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团体 那他这个学校是基督教学校 所以就用很多圣经的真理 成为他的原则 他的passion 就是希望以后做一个 非盈利的 非牟利的 所以non-profit 然后帮助很多的人群 来解决问题 找到一些方案 所以这个是他的passion 那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他的people influence呢 就是他的同学们啊 老师教授 跟一些以前大学的同学 最后呢 他的performance 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MBA读好 而且也承认自己一些的软弱 也跟同学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下一个比较详细 我就不多讲 这些你们都欢迎你们拍照 这可以跟你们的家人来分享 这一个另外一个学生 他呢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HR的负责人 那就是帮助很多人去找工作啊 帮助里面很多的老板跟下属的关系 所以他就是真的把神放在他整个五个屁里 看到很清楚他什么都希望是做对的事 用锐的方式怎么去寻求神 就像刚刚讲老师强调的 那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另外一个学生在找工作 他要找一个product manager的工作 然后他在这个工作里面 他就明白他这个job description需要什么 需要这七项的特长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孩子找大学 同样的就是从以后的愿景开始 他的目标 他希望以后长大成为怎么样的一个 工作的哪一个的career方向呢 所以有了目标就能够回去 我们现在怎么去计划 那这个同学 这个学生呢 就想要做product manager 就知道这个要求是什么 然后需要怎样的一个品质 跟各方面的长项 然后就把它成为他这五个P 来往这个方向来去规划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 一起来想 那最后我在五个 这五个知晓当中就介绍 知晓自己 然后呢就进入找大学一些的实际的行动 我们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 设计创造给我们的杰作 像以佛所书二章十节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页 把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一家人跟我们的孩子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也是蒋老师常说的 我们要荣神 也是我一生里面信主之后知道我在工作 家庭服事都是要荣耀神 而且祝福帮助其他人 所以帮助孩子在找大学 早以后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时候 也想到怎么去荣神 然后我们讲到知晓自己呢 上次我们已经提过这些不同的工具 这一次就多讲一些些 就比如说Strength Finder 我想很多家长已经去找了 也找到 我用了很多各样的工具 比如说Mias Brick DISC 还是Strength Finder 我们在德州的时候 我们去了教会 几千人 整个教会都做Strength Finder 然后我知道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 也是非常鼓励他们的员工 去做这样的Strength Finder 做了以后呢 就把结果 最强项的五个或者十个 就放在那个办公室的门口 这样就很棒了 这样你跟这个同事互动 你知道他的强项是非常负责任的 你就不用唠唠叨叨说 告诉他还要做什么 因为他很负责任的 所以呢 当你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家里面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彼此认识父亲跟孩子 那特别孩子要找张来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主修 还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当他们知道他们的长相的时候 跟他们的寄情 Passion 而且把这个融入在他们的学业跟工作 做起来呢 就事半功倍 当我发现我的长相 这五个最长的top five string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怪不得我那么喜欢我的工作跟我的服饰 因为我都用我所有的五个top five string 我的top five是很容易记得是A B C D R A呢就是achiever 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 B就是believe 我有一个很强的信仰 跟也相信其他人怎么样去有个believe system C呢就是connectedness 帮其他的人事物能够连接起来 贾明老师也常说 我到了德州三个月 所认识的人比他在德州三十几年的人更多 因为我是很愿意跟大家建立人脉 connectedness 而且呢connectedness 第一呢就是developer 我很愿意发掘帮助别人成功 然后去mentor辅导人 所以这个developer的确是我的top five里面 最后呢 R就是responsibility 所以除了有achiever 又是responsibility 我做什么呢 都是非常负责任 都把百分之百的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帮我们的孩子认识 他们的长相是什么 然后呢帮助他们发现以外呢 还要继续帮助他们怎么去发挥 而且发展 帮助他们在这个长相里面 好好的使用 所以我在工作的当中 有一年 有一个老板 我三十几年的工作里面 就这样子一个老板 用整个小时 跟我讲我的长相 哇太好了 平常我们的老板都跟我们说 你这里不行 这里要改进 我们做父母也是 这个捞这个刀 这个说要改进 可是我们要学习 那下礼拜多讲 怎么去说精化 鼓励我们的孩子 所以呢 用整个小时说我的长相 有没有好好发挥 求助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当孩子做了这个策略以后 哇大大的心想的长处 然后鼓励讨论 怎么去帮助他们发展 发挥 所以这个是两个步骤 第一呢 就用大概半个小时 答这177个问题 那当然要先买这本书 有英文有中文的 那孩子们应该是用英文的了 然后呢 就有一个扣 在后面上网去做 那这本书应该是20块美金 然后做了以后呢 就有34项 下面会跟大家介绍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说得到结果 就帮助他们怎么去发挥 那这个34项里面呢 分成四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就是Execution 就很愿意要去把事情做好的 然后我很多是Execution的 第二呢 就是Strategic Thinking 好会思考 策划 然后第三呢 就是Influence 就是去影响别人 第四呢 就是Relationship Building 怎么与人际关系 然后我很想到那个Lina老师 一定很多这个Strategic Thinking 因为她好会学习 她刚刚也说了 那她做了以后 我想她也会看到 那我不晓得 贾明老师可能也是 Influence 跟Relationship 贾明老师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知道你是在哪一个 我做过 对 我是有achiever 然后我是一个 Maximizer Maximizer就是 愿意让人家的这个 天赋发挥出来 所以我是一个Maximizer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 是什么encouragement 是什么的 对 就是人际关系方面 谢谢 所以这个就34个 分成这四个层面 非常有意思 Execution就像我们的脚 把事情做好往前去 Influence就像我们的手 怎么去跟人家打 好的去影响别人 帮助别人 然后relationship building 就是你的心 与别人的心 能够去影响他们 建立好的关系 最后呢 就是这个 Strategic Thinking 这个策划 怎么你的头脑学习 所以当你做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说 我是这样的 然后也发现 家里面呢 不同的长项的 可以彼此互补 好 Lina老师 有什么分享的 讲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宜恩老师 讲了这很多 OK 有关于说 怎么让人 能够发挥天赋 成功的方法 那这个人 能够做这个 Strategic Finder 是很有趣的 他怎么有 这样的智慧 把这么多的问题 让你去答 答出来以后 把你分成 这么多类的个性 这是很有趣的 只有神给了他 这样的才能 他能做到 所以我可以看到 这个 Elan老师 基本上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知识 是因为 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 荣神艺人的目标 去走 那我觉得说 你去问Elan老师 他看了什么韩剧 看了什么 这个YouTube 什么好笑的东西 可能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如果 定睛在神的身上 然后努力要做一个 荣誠艺的人 能够把这个 每一个人的才能 发挥出来 你就会发现 你的时间 实际他追求的就是 怎么样把神 给我们在这 事业上的resource 拿来用 拿来用 然后怎么样 去帮助年轻的人 帮助你自己的知识 而且你更会发现 我们会把这个 Elan老师的 这个整个的奖章 放在我们的 这个网站上面 你会发现 你只要听 Elan老师 这三个礼拜 的讲课 你会学到 很多的行话 OK 很多的行话 父母 在上班的时候 常常 连这些行话 都讲不出来 那人家一看 就知道 你是这个外行人 外行人 这个很难 在这个职业场里 都成功 但是你讲的 都是行话 人家就知道 你这个人 在职业上 都会很容易成功 你如果把 这些行话 都交给你的子女了 他们将来 在职业场合上 也很容易成功 所以我觉得说 目标定清楚了 然后一个 mission定清楚了 你的时间会 就是用在很重要 能够产生 果实的上面 就不会浪费时间 那日积月累 下面 日积月累 下来 你就会 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 有knowledge 有wisdom 而且有 capability的人 那我觉得 很多 中国来的弟兄姐妹 相当聪明 能力很强 但是没有 在这一方面 追求很多的知识跟智慧 是非常可惜的 有很多 很多的机会 可以成长 都是 就是我想 所有弟兄姐妹 都很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 这个职业生涯 你可以非常成功的 谢谢蒋老师 那刚刚那个 Stream Finder呢 是Gallup 做了好多的研究 然后把这个 分析出来的 谢谢蒋老师 给我预告 我们下 青年学生 我过去三十年的 主义学生 有几千个 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大 每年都有五百个 孩子毕业 然后我教了 三十年的 儿童青少年的 主义学 当中还有很多的学生 跟我一起联络 有些呢 还跟我一对一的 继续与他们的培养 那有十大部分 也其实 包括过去 蒋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然后我就把它 总结给大家 第一就是你的高中学校 在哪里 那这个很多的父母亲 也很有智慧 也是买房子 就买一些好高中学校的地方 这个我们也是 每一个都是要按着 寻求神心意来去 一个家庭来做决定 那这个高中的教导呢 我想这学校的环境 同学 老师们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按着你孩子 这个最能够适合你们的家庭的 好好的 在这个中学当中 能够多发挥 无论是学业上 活动上 等一下会多讲 特别跟老师的关系上 都很重要 第二呢 按着你这个学校的能力 在美国算是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ranking的时候 你这个孩子 在这个学校里面 中学的成绩是很重要的 GPA 就是因为代表你过去十多年 特别在高中的四年里面的成绩 有没有努力的把你的学业做好 那当然我们要很注意 我常提醒我们做父母的 不只看成绩 我们刚刚也说了 寻求神的心意 不只是看到结果是什么 重点也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学习 赞想我们孩子的努力的过程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考A的 有些孩子考B跟C 也要怎么样去接纳 鼓励帮助他们 怎么去沟通 这个 所以呢 GPA是很 看得很重 然后呢 所以考GPA的 不同的课的时候 也要注意 也不只是说去 给自己一个好的 安心就说 我们就修一些容易的课 然后就有分数就高 这样也不好 因为这样你真的不是学习到 而且呢 在中学里面 像AP课我们都知道 都是会算得更 那个weight更重的 然后他这个学生 在学校里面的ranking是什么 第三呢 就是公开考试 我们都知道 SAT SAT2 ACT什么的 那现在有些学校 我等下告诉你 我们学校 Princeton呢 就不会特别要求 公开考试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你看你去哪个学校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再去 然后在公开考试当中呢 帮助我们的孩子 预备 因为我想 也会有很多的压力的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 安全 鼓励的环境 而且不要说 整天都在读书的话 希望给他们 那我们 两个礼拜后再讲 有关于 家庭的生活 跟时间管理 就有一些的 建议给大家 然后怎么样去 因为被公开考试 很多人就 去雇老师啊 补习啊 这些都可以的 那重点就是 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孩子 不要给他们 多加压力 因为 最近也有很多的 一些的 讲座 讲到说 我们 最近这几个月 申请大学 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 也有一些是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怎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陪伴他们 所以考试呢 就帮他们预备 那有些就 可能就不用考了 第四呢 就是课外活动 跟领导的角色 这个是很重要 下面会继续 多强调 因为我们学校 所找的学生 大部分的学生 其实呢 成绩已经不错的 考试呢 也蛮 分数也蛮高 可是我们希望 找的学生 是很独特的 能够对这个学校 有一个独特的贡献 借着你这个孩子 某一些课外的活动 有怎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而且应该是他的热爱 他的激情 他的喜欢的 无论是运动 艺术 各方面 钢琴 还是什么的 就是他喜欢的 还是robotic 而且在这个活动当中 不只是一个成员 也能够有机会 做一些的领导的角色 因为我面试了二十年 帮Cornel Princeton 面试了几百个学生 过去二十年当中 每一年面试大概十多个学生 因为Cornel就大概六到八个 然后Prinston也是六到八个 所以每年呢 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们 一些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 一些的问题 怎么帮助孩子预备 然后呢 其中问就是说 你在学校里面 有做怎么样的一些服饰 就说一些的领导的机会吗 英文就是 有没有机会去serve 不一定是教会的 可以是在学校 可以在YMCA 可以是在不同的团体 有机会帮助他们 不只是头脑的认识 一定要在活动上 能够实现他们所学习的 跟建立人际关系 就回到刚刚说的五个批号 有他们清楚的 Purpose, Principal, Passion 然后这个People 跟Performance很重要 第五呢 就是老师的推荐性 所以我刚刚说 人脉你在学校里面 中学校长 副校长 Counselor 老师们关系要很好 不是去巴结 而是要有好的关系 怎么去帮助老师 有需要的时候 这样子呢 是一个健康的 互补的 彼此帮助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第六 就跟第七第八 我就比较详细的多讲 就是申请学校 要怎么去选哪些学校 要怎么去选哪一些学校 给大家一些的考虑的 criteria 有怎么样的优势 他的学费 然后申老师常提醒我们的 有没有好的教会跟团契 都应该有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你们孩子 以后的属灵的家 我们两个孩子读了大学 决定了以后 我们很重要的 第一天到学校 或是之前去参观的时候 很重要的 一定去参观当地的教会跟团契 让我们有一些 而且当中或许也认识的人 所以申请什么学校 然后呢 申请当中都要写你的作文的 那做admission officer 他们看 一天看几百个这个文章 就像我们过员工的时候 看这个履历表 简历 就几秒钟一看 就随意的看 你一定要把这个文章呢 怎么把你的personal brand 你独特的独特性 能够很有趣味的 去展示出来 而不是说 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教授 或者我将来以后什么愿景 这都一定是比较旧的 古老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去学校 去Listit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们一些的培训 就是说怎么去写文章 有一次有一个很有趣的 有一个学生写什么 Silver fish 就是那些小虫 在我们家里面很多水的时候 有这样的Silver fish出来 那这个admission officer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然后他就发现 他原来后面这个故事 有怎么可以帮助他更成长的 从这个Silver fish里面学到什么 所以呢 帮助孩子从一些很简单 有趣味的角度 来去把一些深入的经历来表现出来 而且我们面试的时候 第八就是录取面试 然后我们都要把这个面试的结果呢 写报告 回给Cornell跟Princeton 跟我们的看法 然后其实面试呢 重点不只是说我们对孩子的看法 其实很重要的也是让孩子 跟我们这个大学呢 有一个代表 有一个人的互动 希望不只是在机器电脑 这样上网放进去而已 所以有一些比较多是长城腾大学 跟有一些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面试 那有些学校有呢 就请我们这些校友 来帮当地的学生 来约他们做一个一个面试 那也希望让他们可以问我们的问题 也对这个学校有一个 比较personal的认识 所以在文章跟面试当中 都要把这个孩子的personal brand 个人品牌 对自己的认识 跟过去的经历 然后我跟大家介绍 这个SWART跟SWART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的学生都做的 然后帮助你们可以在家里面 一起怎么去用 好 我首先就提醒 当我们要选哪一个学校的时候 记得 永远没有说是哪一个是最好的学校 不一定是长城城学校 就是最好的 只有一个最适合你孩子的学校 因为你孩子是神独特设计的 按着他刚刚那个五个P 然后他的喜好 然后我们下面考虑好多的因素 Not the best school 可是要找这个school that fits best for your child 所以希望能用这个方向来祷告 所以呢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们在英文的那个讲座 这个礼拜六当中会讲更详细 整个schedule 那其实这些我们学校 我相信你们学校也介绍很多 就在11年级暑假是很重要了 在其实呢 过去孩子从小都可以 在不同的家庭旅游当中去找不同的学校去认识一下 那他们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经历 那我们家也是这样 从小也去我们的学校 去别的学校 反正你要去哪一个州 Dication 这里有什么学校可以去看 那在11年级的暑假呢 当然是很重要了 因为已经是已经到最后要做决定 然后按着你的成绩 学校的你本身中学的ranking 跟你多少个AP 然后你的成绩 公开的考试 还有呢 你们的学校的counselor 一定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们这个中学过去 有多少的学生 进入到某一些什么的学校 这样的一些历史呢 都可以帮助你们去决定 应该选怎么样的学校 那counselor呢 也会跟你建议 我知道有些人呢 现在因为common app很方便 有些人就申请几十个 用很多的钱 我不认为这是最值得的 大概十个学校已经差不多 超过二十呢 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或许 不是很清楚你要什么 所以呢 十来个已经很足够了 而且分从四类 按着这些学校的要求 按着学生的成绩 跟你们这个中学的过去的历史 一些的学生 多少人进入这个学校 就可以跟counselor 跟学生 跟家长一起来 鉴定下来 这四种的学校 你要哪一些 属于这四种 四类的 那high reach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然后这个学生呢 或许不能够达到 可是也试试看 就一两个就够了 然后呢 reach呢 就是三四个 这个呢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也是高一点 可是比较有信心 然后target是肯定 应该可以进去的 就是跟你的成绩要求 是完全吻合的 就两三家 然后呢 最保险的 这个所谓周立学校 还是哪一些 你完全你的 层次是比这个学校要求 更好的 那肯定没问题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分类 大家 大概就是十个学校 然后这四类的学校 这样多少个 然后当然也要考虑孩子的 喜欢去什么样的天气 在哪一个地点 你家有多远 然后讲老师也跟我们说了 按照你要读 什么样的专科 跟你的主修 这个学校是不是最好的 不只是看整个学校的排名 那在英文 这个礼拜六的讲座当中 我们会继续讲更多 给大家一些的例子 然后跟孩子喜欢大学校呢 还是小学校 这个很大的影响的 我也跟大家说了 我女儿去是小学校 结果她有很多的机会 做很好 很多的领导的职位 然后也是很大的发挥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是多元化 所以我们就大概先选了 大概二十来个 然后在当中再筛选 哪十个去申请 所以我最近在预备的时候 发现我们孩子二十年前读中学 跟现在他们用的还是一样 还是这个Navion 相信你们学校也在用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里面就有很多这些大学的资料 然后把你的资料也输入进去 这样呢 他就给你列出哪些学校 可以怎么样去考虑 一步一步一步很好的一个工具 然后记得是找一个good fit 不是找一个最好的 而是最适合你孩子的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 各方面这样的学校 就各样的考虑 多少的学费 有什么的活动 都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像有这样的一些worksheet 我上次英文的时候会多讲 这就给大家一个idea 然后我相信 你们的学校也是会帮助你的 而且有整个schedule 怎么去做 那这个是个例子 然后是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对比你自己的成绩 然后怎么样去对比 有这一步去做的 所以然后这个学校呢 收多少的学生 然后多少的percentage 任何低于30%的acceptance rate的学校呢 都是比较难进去的 都算是比较competitive 比较很难的 所以你就这样子去对比的时候 就决定说 这个学校属于reach呢 还是target呢 还是safety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不同 大概10个学校怎么分配 而且呢 把日期 那这一些呢 应该是谁做呢 不是家长做的 是我们帮助孩子 培养训练他们去做 不要什么都父母做 然后这些都是培养 帮助孩子去独立成熟的 第七呢 就是申请作文 我们 我们刚刚提到了 所以这个 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r 主要看这个文章 时间是很短的 就几秒 最多是几分钟 所以一定你的题目 跟opening 第一段呢 都是最能够吸引 让他愿意 继续读下去的 所以有怎样有趣味的 把你这个孩子的个性 长相 一些特别很困难的环境 来去表现 他当中有学到什么 我面试的时候 常常会问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过去 有什么一些困难的环境 所以呢 当孩子有秘境呢 不是不好的 所以把这些生活的经历 能够在很有创意的 在一个很短的文章当中 把你能够表现出来 而且很多时候 他就学校问 你为什么觉得 你这个学校 是跟你很适合呢 你认为 你可以把 你什么样的一些 长相贡献 能够带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呢 所以这些呢 都能够要帮助孩子去 有趣味的 很独特的去表现 然后呢 最后这个 录取的面试 然后我帮很多 找工作 找学校的人 来做Mock Interview 蒋老师也有 就是要帮助他们学会 怎么去有信心的 把你的长相去表达 然后我就跟大家介绍 两个工具 SOR跟SWAT 所以这个知晓自己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String Finder 那SWAT跟SOR呢 这两个工具 来帮我们 定向我们的个人品牌 然后怎么去预备 我们的面试 的秘诀 我都给他介绍 SWAT 我们当中做 Marketing 跟Product Management 都知道 用这个SWAT Strength 优势 的一些建议 那我鼓励你们 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一起 先是父母来做 我们是亲情领袖 对不对 我们自己亲情领袖 可以先做 然后很谦卑的 很谦虚的学习说 孩子啊 我发现我这个是 我的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跟Threat 然后也让家人 给你一些的建议 这样呢 帮孩子去做 这样的一个SWAT 做了这个是 非常有用 因为 你就对自己认识 也听到别人 给你一些的建议 而且呢 从现在做了 到以后几个月 几年后 再回来看 我有怎么样的进展 我过去呢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的老板 就看到我的发展 有怎么样的改变 所以呢 Strength跟Weakness 是我们的内在 对自己的认识 这个是我的 我很诚实的 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Strength 跟我的Weakness 你就看到了 然后下面这个 Opportunity跟Threat 就是我们与别人 互动的时候 有什么要学习的机会 所以你看到 领导力沟通各方面 然后呢 有与别人互动的时候 外在有怎么样的威胁 有什么样一些的盲点 我本来不晓得的 那我以前呢 有一些所谓的 致命伤 Fatal Flaw 某一些的威胁 对别人不是很尊重 还是不很注意别人 在怎么想 那有一年 我跟老板就讨论这一个 然后过了几个月 他就说 Elaine 你这个已经不是你的盲点 也不是你的致命伤 这个Fatal Flaw 已经没有了 感谢主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家里面 彼此认识 帮助你的孩子 对你 对他的认识 鼓励他 不只是看我们的弱点 也看我们的尝试 而且呢 也能够 在这个来 帮助我们 继续成长的发展 我们就停一下 请蒋老师跟 Elaine 老师 有什么的回应 张老师要mute 还没有 还是没有mute Elaine 老师你先说 感谢主 这个Elaine 老师讲了很多 那我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网站上 让大家去看 要花很多时间消化 这个等于其实 是几乎等于五堂到十堂课的材料了 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亲情领袖在这个重要的关口 你应当开始问你孩子说 孩子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看他说得出来 说不出来 他说不出来 你要帮他开始说 好 第二个问题 你要问他 这也是将来人家学校会问他的 孩子 你从爸爸妈妈这边 学到了什么宝贵的lesson 要写下来 我跟你说 很可能他写不出来 那这时候 亲情领袖爸爸妈妈 就要想 他为什么说不出来 我为什么没有教他一些 他该说出来的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也是 刚刚Elaine 老师讲的 他在这个关口的时候 他要做leader 他自己要做很多事情 那你在旁边帮他成功 不是你在亏着他成功 不是你在做他的事情 是他自己往前走 你在帮他成功 那第四个很重要就是 他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什么东西在前面等他 他将来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他想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这个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因为他有了愿景 他有了使命感 他就可以自动自发 他没有愿景 他没有使命感 他就没有办法自动自发 所以在任何的interview 学校的interview 好学校的interview 因为普通的学校不会interview 只有这种长生层的学校 会interview 然后他问的几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我该跟你讲 就是说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有什么特别的character 你如果不认识你自己 那就没办法 然后就说 你从你爸爸妈妈学到什么 就你爸爸妈妈在这个家里 到底造就了什么的文化 这两个都非常重要 然后就说 你将来想在哪一方面成功 哪一方面出人头地 因为学校想找的学生就是 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再回来帮他捐钱的人 再回来给他学校建立民生的人 所以他们是要挑选成功的学生 将来会成功 所以我觉得说 这几个问题要不停地问问 父母常常要问自己 要多花点时间在这方面 然后让孩子自己努力去成功 谢谢 谢谢伊丽老师 好 谢谢伊丽老师 这些很实用很实用的工具 我想就是 因为我常常跟一些父母 在一起交流 有时候我们会更多 注重在孩子们 一些外在的这些表达表现 各种各样的能力知识 包括一些的成绩 但是呢 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认识 是非常重要 如果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孩子他们 一旦离开家庭 他们遇到更大的挑战 不是在于他们的外在能力 而是自我认知方面 被打倒的时候呢 很多孩子 没有办法在很好的学校里面 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可能跟对自己的认识的缺失 是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的弱势 或者知道自己的威胁 这会不会打击自信性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孩子对自己的弱势和威胁 有一定的认识 这其实是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自信心是不是就一直鼓励鼓励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好 其实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是弱象 是真正的那种从内在来的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如果是 我都很期待 去测试一下 然后对自己有一些的了解 我想这不仅仅是给孩子们 包括成年人 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太好了 这些的工具都很好 谢谢影令老师 感谢主 所以这个是class action 是功课 希望你们去用 不是交给我们的功课 是你们这可以用的工具 然后两位老师讲得非常好 的确的 可以再加一句 可以再加一句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给你孩子 开始加一个观念就是 不要为自己 尽量为别人 尽量帮助别人 这就是说在爱里没有惧化 你想到的都是别人 没有自己的话 什么都不怕 别人也很会喜欢你 所以他应当尽量培养一个 这个观念就是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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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样建立更多的能力 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观念一有了 他剩下以后就是无往不利了 而且有这个观念 有他自己的这个缺点弱点 都看不到 这个非常重要 是就是怎么容神一人 那有人做研究说 60%可能是天生Nature 可是还有40%呢 可以是Nurture 可以去培养的 上一个工具跟大家介绍 最后一个工具我们就结束 通常都会问什么 Tell me about yourself What are your strength What are your weakness 常常会问 你的肠像 你的个人是怎么样 所以你这些都应该预备好 成为你的elevator pitch 然后我这个工具是非常实际有用的 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也有很多的讲座有这样的介绍 下次这个礼拜六呢 英文呢 我会也会多讲一点 就是怎么sort 把你的那个situation Obstacle Action 跟Result 用一分钟的时间 把你的常向 画出弱点 能够很有效的 把这个故事 像一个故事一样 把你这个介绍给 对方 有关于你 能够做了什么 如何做 而且呢 我面试的时候 常会问这三一种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常向 让面试的人 会告诉我 有关于他的IQ EQ AQ 我也帮助很多人 在预备面试的时候 让你的孩子也预备 就是说 这三种的相 能够预备一个故事 实际的经历 来用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sort S-O-A-R 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 故事告诉对方 因为一分钟是很短的 很有效的 就是你的IQ 智商 怎么去解决问题 学什么东西 EQ 情商 你怎么与人互动 在很多一些 人际关系 很困难的时候 你还能够处理 面对 然后AQ 就是逆境 这个时候逆乡 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找到的学生 跟员工 是能够在失败里面 能够学到功课 而且成败 不会觉得害怕的 所以呢 所以就是sort 如因展示 上头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 你可以拍照 有中文 有英文 然后我有很多的课 在网上的 你可以去多听 然后这个礼拜六的英文堂呢 我会多讲一些 就是怎么样 像这样一个故事 我帮一个mentee 他是一个很会 execution的人 然后有一个很难的 一个项目 然后呢 重点就把 这个项目 本来是多困难 本来应该要多久的时间 然后现在因为你参与了 做了什么样的action 有怎么样的果效跟表现 你看到他这个很清楚的对比 本来要两个月的 结果要求14天 结果呢 他时间就做好了 所以这个呢 我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去理解 我就帮助他成为这个 一分钟的故事 来去展示 你所做的事情 有怎么样的果效 一定要有数据 所以这个是很有效的 那网上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的例子 讲座你可以去听 然后呢 工作经验 第九工作经验 我们上次也提过了 我们不只是会读书 会有活动 有领导力 我们一定 像蒋宁老师说 外国人都问 问那个中学生 你在哪里工作 我们平台 中国人可能都不多 让孩子去工作 觉得没有时间 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生活 人生的经历 在当中又学会 刚刚的IQ EQ跟AQ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有三种工作经验 第一 家里面就有一个特权 我们家里面说是 privilege 不是这个干活啊 是我们一个privilege 一个特权 来帮助家里面 做什么 洗厕所 洗碗 做饭 各方面 家里面的特权 第二 volunteer 自愿的 没有薪水的 可是我们愿意去帮忙 别人 教其他的孩子 贫穷的 各方面的volunteer 第三 或是有薪水的 这个实行的 从中学 或许去医院啊 还是去哪里 可以做 这三个的经验 都是非常重要 最后 如果有什么的比赛 拿到长相呢 都是很好 所以这个呢 总结 我们申请大学 要考虑的 这十项 不是时尚全能 全能 就是时尚的考虑 然后呢 有一个很 懂瓜的 鼓励大家 是要support 不是用人的态度 去成为一个最好的 而是从神的态度 也是刚刚讲老师 一直提醒我们的 我们所成就在学校 工作 做社会所成就的 希望能够做 这样的super as就是 Servant Leader of Integrity 做一个普人心态 帮助别人成功 利他也利己的 you就是uniqueness 我们希望这个学生 是非常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的确我们是一个 独一无二神的杰作 然后在他的 长相当中 怎么去表现出来 然后passion 跟persistent 所以做的活动 不要一年 做这个打球 另外一年就跳舞 这样就没有persistent 一定是两三年 十多年的投资 这个孩子的确 那么喜欢 有persistent 这个活动 而且能够做得 非常excellent 而且他做事情 有负责任的 reliable 而且很有方式 找不同的资源 去做resourceful 最后呢 他这样的成长 能够建立一些 很好的trusted relationship 很好的建立的关系 好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 申请考虑的总结 那看蒋宁老师 跟Alina老师 有什么的回应 我想这都是很好 所以我想说 Alina老师 你就把这个送给我 把它放到 我们cccfc.org的网站上 可能在这个 亲亲领袖下面 你可以找得到 这个发 Alina老师 有什么回应 我也是觉得很好 这个是需要大家 特别是有家里面 有孩子在申请的 很需要这些的提醒 谢谢 好 那我们就 然后那个可不可以再把 那个 seminar的information 打出来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会 我会 所以呢 我面试学生的时候 我常常希望听到 他们告诉我 有怎么样的领导力 再提醒我们 记得这个领导力是什么 这个礼拜六英文课 我们也会讲的 就是怎么去影响别人 帮助别人成为最好的 为的是大体的好处 跟共同的愿景 所以这个就是 申明老师一直跟我们说 这个亲情领寿 帮助孩子 是要 让他们学习 怎么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看 公司里面 雇员工 有一个研究 统计 就说 有这十二个品质 是最常要找的人 你看看 里面 大部分都是软实力 只有两三个是硬实力 就是怎么样去 数学 还是选 做能力 其他都是他的态度 与人的相处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从小要 培养我们的孩子 往这样的一个 方向去发展 所以最后送给你们 一个经文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一切都会加添给我们